請您來 你們一進來就穿到後陽台 就一定是穿他們的 對啊 而且是一路空 怕鏡子呢 上一個房東 每天坐在這裡看補票 賺了很多錢 仿妝她的那個方式 把自己傳來錢 做一點小小的投資 可能賠你發現 賺少 賠多 賠了多少錢 辛苦苦賺的錢 就賠在投資上面 樓中樓跟套房 礙於隔居受限 有些煞氣是難以避免的 但除了影響財運跟健康 近年完成夢想得來不易的機會 也因為隔居而錯失囉 開開方式的話 你有很多機會 沒辦法拒氣 你掌握不住 最近就是已經簽唱片約了 然後準備要罰片了 準備要錄製的時候 老闆就跟我說 對不起 我不能幫你做 我原本是住上歌手 有唱片的夢想 對 看到我 對 然後結果發生這個事情 太一樣 原以為住進了一間發財屋 沒有想到卻是漏財的開始 辛辛苦苦存的錢 全賠光了不說 夢寐以求的工作機會 也因此錯失了 工作錢財兩頭空 這間房子的風水 到底哪裡出了問題 有些人因為交通位置的關係 或者是生活上 還有房租的壓力 只能選擇這樣的樓中樓的套房 但是樓中樓的套房 通常都會有風水上的煞氣 而且一定會犯的就是 穿堂風的影響 穿堂風就是 或者你的套房的位置 剛好位在這一個走廊的 最底端的話 當然在虎邊放一個鏡子 或是龍邊放的鏡子 都可以來做化解 但是這個鏡子高過大門 也會造成破財的影響 如果這樣套房格局呢 又遇到了所謂的側衝罩 再加上之前的穿堂風 還有鏡子高過大門的影響 這樣的肉財的問題會更加嚴重 一定要特別注意 怎麼可能 怎麼會這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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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我要昏倒了 我想說 這一支股票我注意很久 我也就是 真的是研究很久 我趁著錄影的空檔 我就投資一下 結果現在跌停板 我兩百萬就這樣飛了 怎麼有可能啊 我們這個空檔的時間 也才這麼一些些 還不到一個鐘頭 他就什麼 等等爸爸呢 哎唷 慘了啦 怎麼會這樣子呢 嗯 欸 王姐 是是是 我一直在等你電話 對啊 因為我那個 新專輯的錄音我都錄好了 我想說我們可以開始 討論封面的事情了吧 蛤 不錯啦 可是 王姐 王姐 怎麼這樣啦 我錄音都錄好了 說好像發片的耶 等一下沒忘了 哎呀 委託人顧子欣 出道前曾擔任駐唱歌手 如今也主持旅遊節目 還拍過偶像劇 明明是多方面發展的藝人 工作運勢也很好 但身邊總是存不了錢 甚至還因投資失利 損失慘重 而家中的格局 到底出了什麼狀況 讓他漏才漏不停呢 搬來住多久了 大概住了五年差不多了 這麼久了 對 因為我立志 我下一個房子就是要用買的 這是我最後的住處 那這五年來 妳覺得住這個房子的運勢 各方面怎麼樣 運勢我是覺得越來越好 對 而且工作運非常好 賺得起很多 重點是出國 通常都沒有人敢講 有沒有 金石東 很棒 真的好甜心喔 這很多人這麼夠有沒有 因為有時候我們聽到委託人就說 不夠錢 我在舊錢 對 不夠錢 而且很多 很多 很好啊 但沒什麼好擔心 我覺得這房子就帶財 就不要搬 對啊 不用搬的 對 妳就跟那個房東講說 我要買你這一家 對 我曾經有想過 我想說 既然這樣做得這麼好 乾脆跟房東講一下 對 買下來好了 是 對 但是這個客是 如果要那個 以後要結婚生日 還是有點小 太小了 因為這個是算單身的 女子功率的感覺 但是我跟你講 其實妳也不用擔心 如果真的喜歡 妳就買下來 以後妳的先生 搞不好比這裡還大肩 當然 對不對 妳就搬去那邊住 這裡就可以租給人家 他說他重很多嘛 但是重點守得住嗎 這個 就是開心玩樂 就是孝順父母 OK 開心玩樂 開心玩樂跟孝順父母 這也沒有衝突 做公益 好 這也很好 對 很心虛 對 所以雖然那個運算 有稍微高一點 但因為真的太喜歡 這個房子就住了下來 對 但有賺錢賺很多 他就留不住 對 就是賺多花多就對了 阿師傅為什麼會這樣 這怎麼這個門口 就看得出來嗎 當然啊 因為他剛剛說 他立志買房對不對 是 但是運不逢馳的時候 可能會很失智啦 他是最邊間 最邊間的話呢 就如同無尾巷的道理 哎唷 無尾巷 對 因為他這是補邊 我們以他門口來算的話 這是右邊 對 所以是補邊 五尾巷 五尾巷 五尾巷的事情 像是女生 印象是她的健康 對 可能你賺到的錢 可能花錢買藥食 或者是因為他這個地方呢 我們為什麼很多人 不喜歡邊間 或是說 因為五尾巷的關係 那很多時候會氣的 到這邊的時候 它散不去 所以好的跟壞的 都會聚集在你這邊 就是全來的 都來的對不對 對 所以呢 當然你的機會也很多 當然麻煩也很多 當然一定的啦 人紅一定是非多嘛 對啊 那肯定的 但是這個五尾巷的地方呢 或是邊間的地方 它容易聚集這個晦氣 最大的問題 就是因為它健康 嗯 對 所以健康上面還OK嗎 對啊 殊不知你們今天來之前 其實我只是吃了香蕉跟牛奶 就開始 也就開始 對 因為它只有 如果有臉紅紅癢癢 有一點點覺得 對 我好像 奇怪 我直接喝了牛奶 這裡啊 你看這邊也是 都變癢癢的 所以是常常小病不斷是不是 就是鼻子啊 因為我本身就容易過敏 對 你看我現在就是 鼻子也是就是 只要天氣一轉變 然後後有毛穴 對 我就可能覺得 講話是有鼻音的 而且是鼻子不同耶 所以這個邊間 那五尾巷的問題呢 其實我們可以放鏡子 來做化解 但是呢 因為它這個邊間 外面在公共設施呢 是可以放鏡子的 對 如果房東或是說 這個業主可以讓你放 當然放是最好 那當然如果 外面不能放呢 我們就裡面放 放裡面也可以 而且呢 因為它這邊間的關係呢 也很容易造成呢 這邊的陽光不足 所以呢 陰氣會比較中點 所以跟子欣呢 它本身 有這樣的 敏感的體質的影響 你看吧 我說就是陰間嘛 這樣我們會不會不要去嗎 在七月份的時候 就在場這邊 太可怕了 我看一下到底 有多麼的美陽光 是 還不是 真的有沒有這麼暗嗎 又過冷 很燈 一燈 正好 沒有什麼 沒有任何的陽光 陽光 很亮嗎 有沒有沒有亮 我聽說不懂 甚麼通常 怎麼好像也沒有通風 對 就是 很是氣 我有任何的踩光 嗯 你這個 這個有陽光嗎? 有 打開的話 光應該會稍微進來一點點吧 這個住在這裡面 我看這個很悶 還濕了這麼重 而且你有名跟體質 對啊 怪不得你過敏都不會好 而且你差點押起來 對 但是其實過敏體質是我以前 就是怎麼說 我以前不知道 就發現奇怪 我們租的地方 就是我住的地方 但以後會找不到房東 就不讓我租 你以後又買自己買房子的那一關 我就發現我租的地方 他們好像都蠻容易會...就是... 真的喔 就是... 應該說是... 就是一些... 另外一個空間的朋友 因為他跳 對啊 因為他的敏感體質啊 那你什麼時候才發現說 你真的是... 有這個體質可以... 會碰到 就我記得我小時候的時候 我就跟阿公不是有那種靜香團嗎 然後我們就包車去那個... 去南部靜香一個宮廟這樣子 然後我小時候就是很不信邪 然後小朋友就會亂說話 就是那種... 然後講壞話 就是... 講那個... 那個神明的壞話 結果就... 上吐下血 蛤 就發現... 怎麼回到... 你一直說拜託不好意思 就跟陳明說 我亂講話啊 對不起啊 我拜啊 農業無忌 然後他們就... 就馬上好了 那老師你看 他這樣是不是真的 非常的屬於陽光不足 他根本沒有陽光 對啊 而且有點悶耶 我想說燈光很亮應該就有陽光概念是一樣的 是 其實這個房子我們之前在節目上講過很多 這就是很標準的女人房 因為陽光不足 對 對 就是女人的房子嘛 而且它的陽光全部都從後面陽台這樣進來的 所以呢 女生會比較旺 所以他說他坐到這邊感覺賺了很多的錢 對 對 但是我剛剛講一定存不住錢 而且重點感情很容易沒有著落 蛤 縱使你有你也很容易遇到爛的 就是遇到的人就是遇人不屬也不是這樣講 應該說 可能說 來追求的人很複雜 因為畢竟我們是公眾人物嘛 是 所以就常常就會有遇到一些追求者 是 但是你工作很忙碌 然後你又再求一事業 所以你不會想太多 是 那就變得爛桃花 對啊 可能都遇到這樣子的男生 是不是 對 比較容易啦 都是找...就是怎麼說 沒有一個就是很有緣分的 可以真的交往到 說可以進到下一個階段 對 所以你現在是以那個結婚為前提嗎 如果是現在的話 應該是 但是以工作為主啦 還是以工作為主 所以沒有想要就是走入家庭就對了 目前是有那個憧憬 但是我覺得現在可能事業比較重 比較重要 因為現在沒有男人嘛 對 單身 因為他現在這個格局 根本就讓他不會想要男人 因為陽光進不來啊 那這怎麼化解啊 是啊 所以像這樣客廳很昏暗的話 除了女生會一場感情 男生會一場事業之外 我們建議在客廳的 例如說任何一個角落 對 尤其我們的名財位的地方 我們可以點一盞燈 然後岩燈呢 是24小時不會滅的 對 那如果... 對,那如果可以的話 如果有岩燈 但是沒有開啊 你燈是不會亮 那你燈泡要換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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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燈泡真是岩燈 那是岩燈 因為岩燈通常都要亮亮的 那它也溜了耶 對啊 對啊 所以我們要點著 不是放著它就會 然後弄到那個水就這樣流 然後就等於是漏彩 漏彩 而且裡面你這個 壞了就燈泡換一下就好了 所以這個是最基本的做法 之前我們有一個忠實觀眾呢 他說來信 他說他們家裡是那種 完全沒有窗戶沒有亮度的 是 他說那時候呢 他每次怎麼賺兩夫妻賺錢呢 都是月光族 後來他看我們節目看了霧面 然後他知道他們家是沒有陽光的客廳 他每天都把燈打亮 睡覺也打亮 你知道這幾年下來他又存了80萬 喔 真的真的 套房與樓中樓 最常有採光不足的問題 如果光線是從後陽台進出 通常會忘女性 但如果客廳過於昏暗的話 還是會存不了錢 最好常常保持明亮提升氣場 除此之外 觀眾朋友應該也發現了 顧子欣他們家第二個漏彩的問題 很明顯的就是 穿騰風 光明燈打開之後 再來就解決你穿騰風的問題 它漏彩的問題很大 對 因為這種歌曲通常都會有穿騰風 你看每一進來就穿到後陽台 就一定是穿騰風 對啊 而且是一路空 對啊 那這種問題的話 當然建議就是說 這邊的話可以加一個門簾 門簾 這邊 其實它有座門 我有 那我是用低格間 是 啊 這樣子沒有用嗎 不是 這樣也是一個格間嗎 就它沒關 那你趕快遮著它 第一個沒關 可是第二個呢 它關了之後 陽光更進不來更悶 真的耶 但是開人器就要整個都 嗚呼 這樣 對所以我先建議就是說 你的燈要把它打開之外 這個可以把它打開 可是你可以裝線電 香跟線靈 對 有空風 又有陽光 對 因為有時候我們沒辦法完全化解的時候 我們最起碼做到滿一點就好了 對 了解 要不然 要不然你會一直漏財喔 因為我們前面的小開場 其實在演你的故事 你是不是有投資 因為想說賺錢很開心 賺很多 想要來 股票 用錢滾錢 漏財風雪一個都沒少 股票賺少賠多 心直口快是非多 無意得罪大前輩 喜歡問題很多啊 還有就是口齒的是非呢 大家對你講話都不會客氣的 他自己講話也心直口快 當時就有去查查幾個直播公益 無心就說 這樣子 經紀人就罵我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真的很沒有禮貌 但是你有生氣耶 因為有時候我們沒辦法完全化解的時候 我們最起碼做到滿一點就好了 對 了解 要不然 要不然你會一直漏財喔 因為我們前面的小開場 其實在演你的故事 你是不是有投資 因為想說賺錢很開心 賺很多 想要來 股票 用錢滾錢 因為上一個房東就是 我的房東就是 每天坐在這裡看股票 然後他就賺了很多錢 他現在就跑到大陸去發展 就把這間就賣掉 賣給我現在的房東 我就想說 我要照 我要仿照 對 要仿照他的那個方式 就是把自己存在的錢 做一點小小的投資分配 結果一開始真的是 就覺得 哇 原來 原來 原來我們小資族也可以 就是過得不錯的人生 真好 但後來發現 怎麼了 就是賺少賠多 就是賺少賠多 賺了多少錢 這個 好幾百 七位數 各十百千萬 十百萬 這等於我從 對啊 辛辛苦苦賺的錢 就賠在投資上面 就是對啊 錢 我現在已經看得很開 對啊 而且 你看好開 那個心態 對 對 我覺得 其實不用 不是要看開的問題 是你沒有這個 把肉材的格局化解掉 對 是 因為他心油這麼大 為什麼呢 我們剛剛講說他是不是 走廊是到尾邊的鏡頭 對 他是邊間 那邊間的話我們知道說 邊間要放個鏡子化解 對 其實呢 他這個裝潢有稍微幫他化解 因為從我們裡面看這個鏡頭 右邊的地方呢 他是有放一面鏡子的 是有鏡子的 真的耶 而且很棒 不用買全身鏡耶 對 女生家一定要有一面鏡子 對 女生太棒了 這個鏡子做得很好 對 但棒過頭呢 就變成是一種傷害 棒過頭就是好 對 好棒棒 有沒有真的很棒的那種感覺 沒錯 棒過頭應該更棒啊 棒過頭 為什麼棒過頭 對 因為其實呢 它的鏡子高度不要超過大門 因為當這個高度超過大門之後呢 會控制不住你花勤的欲望 還有就是說 它太高的話呢 也會造成口舌是非跟小人的影響 沒錯 所以就不太好 老師你說對一件事情 其實我來這邊開銷大器 這種原因是因為我就是 搬來這邊以後 我經常有出國工作 喔 出國很好賺錢啊 對啊 所以出國工作 你就會很容易買一些有的沒有的 比方說你那就是 比如說你看這個 就是韓國 你就會一定要買個麵 然後我知道我知道 這個是要買去日本 對 然後這個去澳洲 你到底有多乾 我需要用到 那一排的木瓜霜嗎 什麼都可以擦 只要很乾的地方都可以擦 對 真的嗎 真的 而且你咬到嘴唇 嘴唇撕裂喔 一天就好 澳洲來木瓜霜 你看這個時候就太像用 而且你可以擦手對不對 全身都可以 我不用不用 這時候 一條可以用音 我沒有 我擺著在謝李立可可 你有沒有露材了 對 我沒有露材了 我沒有露材了 不是這個 我沒有露材 不是這個 我沒有露材 所以你就一直會想買 真的 然後你看那個去韓國 就是滅膜角膜 什麼都要來一下 什麼都要來一下 你一定有在摸 什麼都要滅膜 而且你這放到有很多灰塵 因為我一直都買 一直都買一年分 所以我們去拍戲的時候 不是等戲的時候 超久 對 有時候你沒有你的戲 不是每一場都有 有時候放假了 休息的時候 像我最近去泉州 我們去拍電影 然後這一場沒有 我就去逛街 第一次來 很開心 一定要逛逛 對還有夜市 還有什麼美食 一定要去吃一下 對 小心花 就是都會花 不是剛剛講夜市的人 夜市能花多少錢 你不會整餐買下來 就很好買 不是 你會覺得說 今天來到這個地方很成那個 沒有 難得啦 所以一定要帶一些 道地的東西 對不對 然後他說這個 這個 這個 都要 都不要其他的包子 不要都要 你都要 反正 要買 每個地方都有理由 都有理由 趕快把理由 你不要再買了 把這些錢趕快存下來 你要買房子 不要忘記了 我們先把他這個慾望 這個問題 限制太高 我們就用那個霧面貼紙 把它貼成 跟門一樣高 或是頂門低就好了 對 這就可以花錢 你花錢的慾望 如果住的套房位於邊間 可以在側邊牆上 擺放鏡子化解 其實顧子欣也有做化解 但他犯了一個風水大忌 那就是鏡子高過大門 容易露財 且有口舌是非 最好在高處大門的部分 貼上霧面貼紙遮擋 但其實他的煞氣 還不值露財問題 甚至更讓他白忙一場 存不了錢 當然他其實 他剛剛講他出國 我們一買來 其實他一直都有出國的運 對啊 很好耶 怎麼看 你都要去哪裡 這個房子就是很容易這樣 真的喔 在這裡五年基本上 就是大家知道的國家有去過 都是工作喔 對就是剛好我主持 就是進來以後 就是主持人也有旅遊節目 旅遊節目 那當然 你就必須要去 然後去要吃吃 要買東西 然後就是去 可是你這個旅遊 我跟你講你出國都是 都是那個 西加九 都是那個製作單位付的 對不對 對 這個探聖啦 主持費也都後來花掉啦 因為我以前是這樣 我想要按摩一下 都是這樣 那也不夠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地方剛好是 客廳整個挑高 其實挑高的話代表 就是外出遠行的越多 好 而且有時候你想休息 還不一定的可以讓你休息 有時候你不一定出國 是你事情會忙不完 然後你會變成是一種 空盲 窮盲的現象 空盲 空盲 這樣就好 就是超久 而且蝦盲 有蝦盲嗎 會嗎 蝦盲嗎 當然也會啊 沒賺到錢啊 那不是在蝦盲 有賺到錢都花掉了 就是蝦盲 就是蝦盲 所以不行 這個漏殘的這個魚 一定要慢慢處理 對 那這個挑高的問題 當然一般的處理方式 就是說 當然你可以把它夾成 全部夾好 是最好的 夾成全部隔起來 就是不要這樣挑高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挑高 你想要這種大氣的感覺 那你可以裝一盞水晶燈 比較大拍 因為這個水晶燈可以聚氣 你必須要這樣 那因為它這個都沒有 那另外的話呢 其實外出或洞的人 機會多的話 其實這個房子 也帶一點血光 跟口舌是非 血光在哪裡 血光 就在你後面 什麼 這裡有一個壁刀 你說這裡嗎 對啊 對 因為這個好像直接切到門 對 開門就進壁刀了 是 對 所以這會影響到它什麼 例如說它的血光問題很多 還有就是口舌是非 大家對你講話都不會客氣的 但它自己講話也心直口快 對 本身就是沒有想太多 它比較直 對 因為它在講話沒有經過大腦 真的 會這樣嗎 感覺它還蠻避暑的 沒有 因為覺得自己就是口直心快 然後講錯話 應該是說 就是說 等到我發現的時候 就是可能 就是對方有沒有生氣 都不知道 對啊 就像我記得上次 就有去唐花姐的直播 公益拍攝 然後我就不小心 無心的問了一個 可是我很擔心妳有生氣耶 什麼 妳問了什麼 後來經紀人罵我還說 妳怎麼可以這樣問呢 我就想一句說 蛤 就是我們不是在賣包包嗎 是 還是姐姐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 她不會記得 就是我會說 對 我就講了一句話 吳欣說 這邊要先跟那個 桃花姐道歉一下 不好意思 就是吳欣就說 那姐妳賺很多 這樣子 然後我就 然後經紀人罵我說 妳怎麼可以這樣子 問人家這樣很沒有禮貌 不會啊 賺很多不是很好啊 她真正賺蠻多的 對 但是 但是那個 花費開銷也很多 常常會有一些 就是 不經意的話語 可能太直接 或是沒有想清楚 其實因為我 是個性的問題 可能別人會有點 可能會有難優 但是我個人 我都覺得 當妳在表演的時候 妳在做節目的時候 不管講什麼話 其實都是在做效果 那都是效果 而且很常就是 運氣不好的時候 有時候運氣來 就一直出國 一直出國一直工作 還有就是曾經就是試鏡 妳曾經就試鏡會選人 就說我們有一個 三個在一起談 然後是三選一或二選一 有時候是怎麼樣都選不到 蛤 就是一直二選一 然後每次都沒有選到 每次都是來A跟B A跟B 就是謝謝 下一位就是不會選到妳 就很奇怪 有時候就是什麼都來一下 不然就是 就都沒有 都差聲而過 也不是啊 就是已經到了提案 在報價 已經到最後二選一 就表示妳是適合的 然後只是最後要選 一些考量都要選才能夠 最遠才是沒有被選上 就沒有被選上 我就是會 對我就是會被不選上的那位 哎呀 妳到底什麼 什麼狗死慾 這邊其實是B刀的 就是這種破壞力量 除了口舌是被意外寫光的狀況 都有之外呢 破壞力量就是會殺出陳咬精 或是妳有很多的東西 彈好了一半又沒了 是突發的狀況 那這種問題呢 我們可以直接掛一個葫蘆來做化解 葫蘆來做化解 但是很多人都想要買那麼小 真的不要買那麼小 買大一點的 那多大 妳們都不講清楚 不論要去拿買 就譬如說跟臉一樣大 對 這次跟臉一樣大 跟臉一樣大 想看妳嗎 妳的臉有多大 所以臉那麼小的角度 因為妳的臉不可能有多小 對啊 臉都會想到哪裡去 發展臉就標準嘛 所以差不多這樣 對 對 妳電視要很大大 因為現在的臉很大 對 用自己的臉好嗎 是 其實有時候妳要畫上 妳也不要怕被人家看到 妳掛小的人家也是會注意 那妳不如就放一個有效的 然後當作四瓶的白藥紙 對 一般觀眾可能都以為 開門見壁刀 影響的只有血光問題 但其實也會有口舌是非的影響喔 所以可以在壁刀處悬掛葫蘆化解 而葫蘆大小 最好依照居家空間大小來做挑選喔 唉唷 唉唷 這是什麼堵房啊 就是小巧玲瓏啊 武上俱全的事也是啦 對 因為其實這種小套房的感覺 都會把那個洗衣機啊 廚房啊 什麼都放 坐整套 對啊 那種坐走一堆在一起 這種套房樓中樓呢 反而就會發生的格局 例如說很多的廚房呢 是在外面的 對 在門口地方 開門見罩嘛 是一個肉材 但是它廚房的已經藏在後面了 其實還蠻不錯的 所以還不錯 對 但是它又衍生另外一個問題 叫做 罩包廁 罩包廁 對 罩 那跟金包儀沒有關係 就是金包儀 就是金包儀 金包儀不是好吃嗎 金子跟銀包在一起 種種的吃起來就去飽了 很順暢啊 那味道有夠不好味的耶 對啊 就是這個臭臭的奶 你沒有那麼晦氣喔 影響健康 所以你整個你有沒有發現 你整個客廳其實都是那個味道 味道 臭味 我本來以為你前面味道就是很保守 結容不嚇人 臭味 所以你其實健康應不好 你剛剛講的很保守 腸胃就有時候就是 容易緊張嘛 就是會上去 肚子 對 肚子 肚子 或是 或是愛睡覺就是可能會 不小心就不想上廁所了 可能就會怎麼 膀胱發炎 因為蜜尿道可能就非常好 對對對 蜜尿道發炎 對啊 你要憋尿啊 對 就是為了睡覺 不想上去下 因為廁所在樓下 然後睡覺的地方在樓上 那你就還要為了這個走下來 健康的問題其實跟他自己的一些 小睡覺都怪自己 跟壞習慣的腦子 都連結在一起 對 是來這裡才想睡啊 我以前也不會一直睡啊 因為他空氣不流通啊 而且都有很多胃煞 所以導致於他呢 就是常常會嗜睡啊 然後精神不濟啊 其實重要的是說呢 因為他這個照報廁就是金褒銀 你可能輕則就是發炎啊 重則就是長一些有的沒有的東西 對 長東西 發農啊 然後一些狀況都會用 你嚴重到覆墨炎就完了 覆墨炎是很糟糕的 你的腹部也是在往上嗎 就是你的腹部啊 腹部的子宮這個地方啊 就對我講的沒錯 最後就會腎發炎啦 其實膀胱發炎最後就腎發炎 腎發炎 腎發炎以後你就完蛋了 尿血就完了 有耶 你講得很嚴重 真的 不要嚇他 我來這邊就是你要住一次院 所以我就要保險買很高 對 所以又漏牌了 對 很多錢在保險上 你的不見康都把他住院 你是影響到全民喔 我們全民健保很辛苦喔 所以把你的健康顧好 所以健康顧好就是先把風水做好 真的 我怎麼樣來化解這個喪氣 不要再這樣子 好 其實這個門我們剛剛講 因為它是化解穿潭風 但是不要管 因為不用風 所以你可以用線連化解 那這個罩包廁問題呢 因為它這廁所一定要加一個門簾過溪 為什麼呢 因為它格局沒辦法改 而且它這個廁所直接沖罩 對 然後廁所的鏡子呢 又反射到廁所門 又照到這個罩 所以晦氣是無限延伸的 無限延伸 然後一直斷地在循環 循環 循環 老師它需要用一個什麼黃金格嗎 跟什麼 它的廁所中一些綠色盆栽是好事 吸這個晦氣 可以這樣嗎 綠色盆栽耶 對 它重點是把味煞弄乾 弄好就是放一些芳香的精油 那如果是這種呢 就是這種 這種 這個像綠色盆栽嗎 真的假的嗎 這假的不行啦 但是綠色盆栽啊 對 它沒有任何 就是行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沒有用啊 對 因為你這裡就是缺氧 你沒有發現你這樣 管 真的 不要怪他 套房格局 最容易有進門建造的問題 雖然顧子欣家沒有 但卻衍生出另一個灶包廁的問題 導致健康受到影響 但和空間的關係 沒有辦法大變動 所以只能在廁所的門 掛上過溪門簾 或是廁所內種植綠色盆栽 吸收晦氣來化解喔 不過我們還是來看他一下 那個他容易憋尿的地方嗎 對啊 容易憋尿的地方 樓上 對 樓上是主要睡覺的地方 而且他說 他是從半斤來之後 他就是一睡不想起 一睡不想 就是睡美人來著 想要當睡美人 對 其他有人把我問醒 我們再不來的話 他可能一睡就起不來 你看他已經錯過了 那麼多試鏡的機會了 對啊 不可以 你要掌握機會 而且現在景氣這麼差 每一個機會 你都要把握住 不能落死掉 因為太多人要爭取了 而且你不要以為 到時候來青年 是白馬王子 可能是親愛人 有來就不錯 我要來一個老頭子 那七個也不錯 七個 他以前來還沒有這一塊 真的 很危險 很危險 你這樣睡... 就跳下去 不小心就翻下去了 危險就算了 我現在是看到一個 我不該看的東西 主持人欲重心腸 究竟看見了什麼 措施大好機會 歌手夢就此破滅 在看放置的話 你有很多機會 沒辦法聚氣 你掌握 曾經就是已經簽唱片約了 然後準備要發片了 準備要錄製的時候 老闆就跟我說 對不起 我不能幫你做的 我原本是助唱歌手 有唱片的夢想 對 對 然後結果發生這個事情 你看起來還沒有這一塊 對 很危險 很危險 你這樣睡... 就跳下去 不小心就翻下去了 危險就算了 我現在是看到一個 我不該看的東西 如果我這樣看得到的話 表示 一開門 就會看得到 沒錯 你看 對啊 對 代表說他身心靈不安定 老師 你要不要上床 老師請 老師來 老師請上床 他很久沒有異性坐在上面 他提燒一點陽氣 而且真的很危險 他這個貨房其實是很明顯的 就是開放式的空間 是 就沒有任何的遮蔽性 照理說應該會睡得很不安穩吧 第一個不安穩 第二個我覺得是他感情也好 然後身心靈也好 都是不夠安定的 所以住在這個房子 睡到這個床 其實你怎麼睡 都感覺睡不飽 對 對 而且開門見 就看到了 開門就見床了 誰會開我的門 這個就是一個人在床 不是 這是風水裡面的這個煞氣 不能開門就見床 會有爛桃花 會有爛桃花 也是大門見床 那你應該有很多的爛桃花吧 是有一些 就是比如說交往的對象 可能就是會有那種控制孔 他就會想要知道你現在哪裡 或是說他會不相信你講什麼話 就疑心病很重 對 明明就是我現在在工作 然後給他看 你看 大家都在那邊說Hello 他可以不相信 工作人員幾個男生幾個女生 對 你不接電話 你一定是跟誰在一起 會偷翻你的發票 對 會偷看 發票 手機 就會一直說電話來 他就會一直想要這樣 看一下 是誰打來的 對 一直問是誰 會有一些這樣子的對象 那你就會 因為你心情不開心 那交往也沒有意思 對啊 藍桃花 你自己好好把關 犯小人 這件事情就會真的影響到 收入跟工作 對不對 對 你之前不是有要出唱片嗎 對 之前曾經就是 已經簽唱片約 然後準備要發片了 對 結果就是在準備要錄製的時候呢 老闆就跟我說 對不起 我不能幫你做 就跑路 蛤 對 這樣會有 跑去哪 不知道 他就不見了 小時不見了 跑去另外一家唱片 對 反正就是不良了知就對了 就很可惜 因為其實身為助唱歌 因為我原本是助唱歌手 然後大家 因為其實還蠻多人有唱片的夢想 或是歌手 歌手夢 對 好不容易從助唱歌手 慢慢到了 比如說參加歌唱比賽 然後脫穎的出 然後又到了唱片公司 哇真的前面有機會來了 對 好多機會來了 對 然後結果發生這個事情 哎呀 心念打擊很大 就跟我們剛剛說二選一一樣 跟你講就是你這個元寶 對 所謂的元寶 對 而且我們還要講就是 因為你這個床 你這個床 NO 我一直要往下滑 太軟了 你可以坐上來一點 真的很舒服 太軟了 太軟了 很舒服 對老師 是不是這個元寶 基本上完全沒有遮蔽性 這個害了它 是 這個元寶真的不像元寶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因為它這個 太開放式了 太開放式的話就是說 其實你有很多的機會 你沒辦法聚氣 你都會溜走的 你掌握不住 那怎麼辦啊 然後感情 事業 所以我建議就是這邊 抓一個蓮子 把它隔住 遮起來 全部喔 因為你這邊有窗戶嘛 所以不用擔心沒有光線 你就把它遮起來就好了 就不要讓它看到裡面的 那它下面這樣 要不要貼霧面啊 不用 那用蓮子的話 這個就不需要貼霧面 喔 用在裡面啊 但是你要小心啊 不要自己喝醉的時候掉下去 其實 因為蓮子沒有 要小心 你以為那個後面有牆壁 你手沒有衣服你就翻下去 對 因為這很容易掉下去 像我們這個社區 其實就是以前就有發生過 曾經就是有人 比如說沒有把手 或是這個就摔下去的 自己的那個案 對啊 所以我那時候一來 我就跟房東說 我一定要這個 不然哪天誰知道 會不會夢遊 還是怎麼樣之類的 其實最好的 我是建議你拿 整塊都做起來 對 板子 對 我是覺得老師 老師這樣比較安全 是 但老師因為想說 最簡便的方法 不用花太多錢 就蓮子 對 但是如果以安全性的話 姐妹真的要告訴你 你哪一天 你不要一萬次遇到一次 都花不來 哪一天 對 哪一天你不小心喝醉了 就 跑 掉下去 而且這一天一定會發生 完了 一定會發生 真的預言嗎 當然 這一天一定會發生 有雪光之災的地方 怎麼了 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壁刀 這個壁刀會害到雪光之災 直接就像切到床 對啊 這麼危險 真的真的 這直接切到床的意思是 老師 就是雪光之災 所以有時候這邊有弄的話 安全 本身住家安全就不安全了 那你就很容易發生問題 但是在外在內都會 而且你常常似睡迷迷糊 而且你不是都在出外景 外景最怕受傷 對啊 所以我都不在家裡睡 外景最怕外面睡 你知道你外景有常受傷嗎 會嗎 會耶 我之前曾經錄節目 然後因為我太極力求表現 然後就是整個膝蓋都很 像你看我膝蓋超多傷 就是那種疤痕 或是腳踝 就是很多那種舊傷 而且你膝蓋 你腿也很多肌母皮 對 對 你是肌母嗎 可是就是你知道 我有體質比較敏感 所以可以看 所以有感覺到 我的母親可能也在旁邊看我 之類的 對 那我們要跟伯母問好嗎 其實我剛剛突然間 有一點肌母皮 真的嗎 對 因為剛剛老師有講說 這個邊界的問題 所以它也比較容易聚陰 對 剛好無情也是晶眼睛 離開的 是 所以它就是 去造型 可能就在這裡保護 當然 但其實也擔心就是說 因為這是陰陽的問題 那當然就是說 你說到這個床上 其實你也真的是 除了開放空間之外 你也身心不安 是因為火火上面 剛好是你的這個床 對 所以你就一直在燒 是燦燒我嗎 浴火分身 所以你的煩惱會很多 煩惱很多 對 我常常都會擔心 煩惱浴火分身 對 我想超多 你想到頭髮都白了 你是擔心什麼 工作表現不好是不是 就是 如果我準備很久 然後我也會想說 我這一次好不好 就是事後 比如說像之前 彩花姐節目 晚上我也會擔心說 我是不是 這一次有講錯話 或是我哪邊沒有 按照就是大家 就是排練好的事情 去做之類的 其實我以前 剛出道的個性 也是跟他一樣 每次錄影 就不斷的責備自己 然後就一直在回想 我剛剛怎麼接這樣好弱 對 我剛剛怎麼不講什麼更好笑 而且一直在檢討 好累喔 然後一直覺得好像自己講過頭 對 然後是不是 我就一直在反省 然後我就一直在說 怎麼不放過自己 對 這次二選一沒有選中 會不會是上市 因為我的裙子太短 還是說少了五公分 對 其實各有利弊 有好不快 有好不快 其實不用擔心 像我的大舌頭也是特色 蛤 蛤 蛤 沒事 對 變當 所以我覺得 就是把你的專業用好就好 不用擔心 那其實這個煩惱問題 其實要有效的解決 是因為這個火在床上 所以我們建議就是說 你可以放個白水 黃水晶 黃水晶 放在你床底下 或者是你的床底下 鋪一個黃色地毯 然後下面鋪一些錢幣 36枚錢幣也可以化解 就是做一個結界這樣子 對 床底下一定要用黃色地毯鋪著 或是用黃水晶做一個阻隔 才不會讓下面的灶火燒到你 就會讓你會越睡越混 那如果不開灶也沒關係 會有關係嗎 都沒有在開火呢 那不開火呢 也是一樣 有勤就有煞 而且把灶上面鋪一個紅色 因為你不可能 你的灶20小時在開火 而且灶就要開才會賺錢 對啊 你要開火 你至少燒個熱開水 沒錯 煮個泡麵嘛 對 之類的啊 樓中樓套房二樓 通常都是當成主臥 但相對的 就會有空間過於開放 還有爐灶位於床下的問題 容易對事業感情 甚至脾氣有影響 所以可以加裝簾子去刑除煞 而在床下放黃水晶球 破鋪黃地毯 並且放上36枚硬幣來化解喔 其實下山的人比較膚淺一點 好 好 好 為什麼 因為其實問好運不好運 就是看有沒有錢 對 但是講錢很現實 但沒有錢也很辛苦 當然 當然我們今天要教大家呢 從面相來看財運 天生好運 從面相就看得出來 鼻子 對 我們就來教大家 鼻子看財運 對 很多 有沒有 我今天呢把六種的特質呢 都把它全部寫出來了 有沒有錢除了看鼻子之外 也要配合臉型 待會我會從臉型統一講 那先看鼻子形狀 第一個呢 如果你是豐厚子挺的鼻樑呢 就像我們的波台銘先生一樣 財富的格局是很大 他屬於 他屬於 對 財富格局就是說呢 如果他天生有個死命 什麼叫死命 不照顧他的員工 當這個死命來的時候 他會努力的賺錢 他不會讓他自己窮 所以佩恩姐是屬於這種 鼻子這樣挺的 然後比較直的有沒有 真的 這種為了家人真的 他是死命來的 對 使命必打 對 所以呢 財富格局自然就會大 如果運氣來到的時候 他就會努力抓住機會 是 所以他是屬於勇往直前的人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 鼻 鼻頭有肉 鼻翼寬不見孔 但是鼻翼寬不見孔 寬 可是沒有看到鼻孔 對 來看看你試試這一頭 有才有褲的 不錯 這種就是 但是他很小氣喔 真的喔 對 有些人他的鼻子 看不見鼻孔沒有 他會對家人大方 就很不錯了 但是他可能 他的錢財會守得很緊 所以有時候會陰小思大 但他很有才褲 對 所以他不缺錢 老師你是哪一種啊 我喔 你好像 因為你鼻頭也是蠻大的 對 我是屬於這個 跟我一樣嗎 對 但我比你大 我沒有啊 因為他比較大 對 好 那老師你現在要講你自己 好 你也講我 鼻翼寬後 孔為肉 好 好 不愁吃穿 很好了 很好的 不是好宅嗎 不愁吃穿就好了 鼻孔露出來確實是露財 對啊 對啊 因為他很會花錢 像我自己本身也會花錢 因為我通常大方的人都會這樣子 對 還要自己講自己大方 我自己真的 我 你老師很大方 大家都知道我很大方 對 但是呢 像鼻翼孔這種寬厚 就鼻翼寬厚的話 這種有點形容 像蒜頭皮 有沒有 蒜頭皮啊 蒜頭 蒜頭 對 蒜頭 是阿蝦 它是包豬公 但是呢 如果鼻孔露太多 像蒜頭皮就是露太多了 所以它太大方 太大方 所以它不會聚採 但是它這樣的鼻翼型 一生不愁吃穿 那很好啊 這是因為它很大方 叫了朋友啊 大家也會互相照 對 你看我拍一部電影 全台灣走透透 到哪裡 都有朋友 人 都人家送吃的 吃了一定有 人不就是施拉沙嗎 這三個有就OK 就好了 對 所以像這種就不愁吃 它是天生帶食路來的 也很好 是 然後第四種就是 鼻頭尾尖 尾尖 鼻樑也比較扁一扁 偏財 異德偏財 所以其實 其實來講的話 你本身很有偏財運 但是你很怕你貪 什麼意思 例如說你今天轉完股票 我相信你會賺錢 可是你就是屬於賺了 再繼續投 就不賺了 好像會喔 其實很多人偏財運 有了就趕快見好就收 這樣就好 我今年就是有帶我父親 去拉斯維加斯 那就稍微小賭了一下 結果 我就賺了一萬美金 哇 哇 我真的很想說 要怎麼帶回來的時候 你是玩多大 你是拉霸嗎 就是那霸我沒有 就是擺著 擺加熱的可以收 就是玩復刻牌的一個遊戲 對 這種是比較會得偏財的 好 莫名其妙 然後我就把那些錢 全部就是 包一個紅包給我爸爸 然後帶他們去看秀 拉斯維加斯的秀 很棒 一定要看 吃最好的餐廳 然後住宿什麼 任何都是 要買什麼outlet 結果爸媽這麼辛苦 也要讓他們享受一下 對不對 好孝順喔 所以從鼻子來看的話 鼻翼頭代表你賺錢的能力 是 鼻翼是你存錢的能力 那他的鼻翼剛好不夠 嗯 然後減減有沒有 會有點窄了 對 就可惜了 可是這種鼻翼頭很好看 他把它上鏡頭 就很漂亮 這個是上鏡頭 真的上鏡頭 好看 好看的 但是就是有偏財是沒有彩庫 好 那你自己要熟一點 熟一點啊 但是這種呢 最怕什麼 不切實際 最怕這種的 因為很多人他喜歡靠投資在賺錢 但是忘記 正財還是最重要的 對 對 還是要賺自己原本 對 對 要提小一點 那另外一個就是三根凹陷 三根就是我們這個地方 三根就是這裡 三根凹陷 兩眼之間叫三根 這裡中間 然後呢會還有混混 那這什麼意思呢 意外破產 什麼 嗯 這種的話就是呢 官非的事情很多 然後小人 可能朋友跟你借錢不會還的 找你投資合夥都愛找你 反正麻煩的事情找你啊 賺錢的事情 絕對不會給你 不是 這種就是意外破產 哎呀 一生官非多 對 好 這種的話就可以找那個 我們的迷思作作一下 老師我想問一下 所以如果說他天生鼻型不好 他靠後天就是去把它 封鼻龍起來 然後打一些 就是讓鼻型有一點改變 這樣也是OK的嗎 我跟你說有效 因為向游行生 因為今天看到這個的話 其實你的自信增加 這個脂肪就會跟著改變 但是過游不及啊 你也不要說打到 你就是看自己都不順眼 不爽 打到很怪就不行 打到算頭皮 就會變成漢條 不是就是說你的三根打過多了 不要過頭 太誇張了就怕 其實我以前的三根是很塌的 然後那時候呢 諸葛亮大哥呢 我那時候他說 你要三十幾歲 三十歲就是怕這皮膚 彼此的孕 他說叫我一定要去打三根 結果後來呢 我就很聽他的話 我就去打了三根 我不騙你 我通告好滿 哇 差這麼多 因為整個就是 孕就開上來了 對 然後你也覺得自己很有自信 對不對 那以前呢 已經二十幾年前了啦 二十幾年前了 那時候就 都打那些什麼 人工脂肪啊 那種的 對 不像現在的這個玻尿酸 或者是微菁脂是比較好的 或是直接龍鼻 好專業 對啊 你到人家我都要介紹的 對不對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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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好介紹的啦 好 好 最後一種是 鼻頭鼻翼呢 肉比較薄一點 而且經常 泛紅 叫酒糟筆 對 酒糟筆 對 過敏 一直行 這就是一生都在追 反過來就好了 一生被錢追多好 對啊 追火 這叫人人卡吉士卡 你一直常常在缺錢 然後就是要追著錢跑 沒有安全感 但是你也得不到 所以常常很失落 好 所以這三個都會是比較 這有好有壞 但這兩個都比較辛苦 對 那如果你有這三個的話 那建議你就是要受撐 要珍惜 對 也要珍惜啦 有時候賺錢很容易 然後花錢也很容易 這樣也就是留不住財啊 也不行啊 對 趁年輕的時候 不管怎麼樣 就是多打拚就對了 對 然後這個錢趕快存下來 讓自己有一個基礎 30歲的時候 真的有一個基礎 你後面要這個 買房子 成家立業 這一些就會很容易順利 對 所以趁年輕 大家就是拚就對了 拚 所以小子你也是一樣 現在反正不要再睡了 趕快出去工作 對 我現在就在工作這樣 好 那好 不要睡那麼久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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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大概睡了六個鬧鐘 才會睡起來 所以啪啪啪啪 你不要繼續 但是就是 睡久了當然也不好啊 對不對 出去走走 運動一下嘛 公園啊 陪那個阿公阿伯啊 跳一下那個土豐舞啊 不用這樣 反正你就是多出去 你盡量掃回來 你就出外面 做旅遊節目的人 就是要去外面爬爬的啦 不要回家 好嗎 不是吧 而且多跟姐妹聚聚啊 都出去走走 不要太窄 好嗎 對 因為很年輕 機會才會多很多 對 然後不要 對 就是不要 那個拿去亂投資 對 熟一點 不要彈 不要彈 健好就熟 對 阿戲好好演歌 好好唱 好好支持 然後經紀人幫你好好的規劃 然後不要再一直睡就好 對 機會很多 是 美美小子加油 掌聲 菜單 重蟹